好 目前这个新北幼儿园的群区感染 累积已经至少有16个人确诊 其中有10名确诊的小朋友 全部都收治在新北的专责医院 我们也独家取得了小朋友 在病房里面隔离的画面 院方用两张床并在一起 方便家长来照顾小孩 但是这些家长其实很多都是没有确诊的 所以他们现在也承担很高的染疫风险 还好目前这些小朋友的病况还算稳定 只有六个人出现发烧 流鼻水 喉咙痛 等等的症状 事序画面里妈妈抱着小朋友 一起躺在医院病床上 里面的小小孩就是这一波新北幼儿园 群聚感染的确诊者 从我们独家取得的画面上 可以看到另一个镜头 有颜色缤纷的玩具陪伴 小朋友和妈妈一起坐在另一张床 而专责病房内几乎都是两张单人床 并在一起方便家长照顾小小孩 因为这一波疫情 确诊学生不断增加 在医院隔离期间 照护也是一大挑战 越方说目前小朋友和家长 情绪都很稳定 也会透过电话视讯安抚他们情绪 同时会定期替家长筛检 目前确诊小朋友的CT值介于十四到三十五之间 有些也有症状 这一波幼儿园群聚病毒基因定序 虽然八号才会出炉 但是高度怀疑就是传染力很强的 目前推断可能的感染源有三条 像是不久前才发生长榮 及时确诊个案连环报 但陈时中说两岸的共同点 只有地点都在北部 另外被匡列裁检的幼童家长中 又从埃及入境 虽然目前裁检是阴性 似乎也无法完全排除 第三种推测可能是家长传染给学生 再传染给同学和老师 或者是老师感染给学生和家长 一旦确认是感染 DELTA病毒这传染力不容小觑 指挥中心已经针对幼儿园群聚 匡列了四百一十一人 其中三百六十二人居家隔离 四十九人自主健康管理 面对可能来势洶洶的DELTA病毒 也让社区疫情再拉警报 华日市人王兴一关上岸红西域 台报道